天气一热,水果最受欢迎 水果做菜也非常不错 今天哈密贵茶芹柚 除了哈密瓜 还有3个芹柚 40块 一条芹菜 一小节胡萝卜 还有一碗椰块 油果先用开水浸泡1分钟 再来切点胡萝卜片 切几片做装饰就好 把胡萝卜片焯水 焯一分钟捞起来 洗干净的鱿鱼也焯一下水 鱿鱼煮开定型即可 不要焯太久 倒出来备用 锅收干净倒油 自锅凉油下油果 炸熟 油果先泡开水 炸出油酥脆 炸到两面金黄倒出来备用 芹菜切断备用 再把哈密瓜披成两磅 哈密瓜看起来很甜 把哈密瓜的身体掏空 再拿个挖球器 把哈密瓜挖出来 把哈密瓜的皮稍微丢一下 把哈密瓜的皮稍微丢一下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食材处理好 往里来加入半碗粉 加一小勺盐 少许胡椒粉 再加一点鸡汁 调匀 再来加入一小勺生粉 薄芡 生粉不要太多 起锅烧油 锅收入下油 倒入鱿鱼 先炒30秒后来锅一点芡 翻炒几下 翻炒入鱼 放入鱼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炒好的食材 浓到哈密瓜的皮里面 再摆上一点油果 鱼鱼鱼鲜 鱼鱼鱼鲜 哈密瓜甜 优果香 鲜甜脆爽 天气炎热 这道菜能让人胃口大开 不一心的爽脆 这个份量去放面可以炒得亮堂 开饭